Hello,大家好,我是超 今天我们去看一套在美国尔湾的房子 现在报价是291万,六房五玉 室内面积3900尺 位置很方便 位置就在这个Spectrum光谱中心旁边 它这是一个编套 所以旁边是没有邻居的 看前院就很漂亮 我们看一看这是房屋的外观 走进去 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通道 通道的左边这个门是通往车库 右边有一个中庭 这么一个院子 然后右侧这个房间是一个客房 一个独立的客房 可以给客人来的时候住 或者说是喜欢亲近的父母 可以住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间是一个套房 本身是自己带有洗手间 以及更衣室的 我这边可以看到自己庭院的风景 然后走进去到了 就是进门进到房屋的主体 右边呢这是一个书房 我觉得这个屋主呢 应该是很爱读书的人 你看他有两排满满的书柜 放满了书 而且这应该是一个韩国屋主 因为我看上面有很多这个书呢 是韩文 再往前面走 我们不要照到别人 这边呢其实应该是一个正餐厅 或者是会客厅的这么一个位置 他现在放的是一架钢琴 然后这边是放了餐桌 然后走过来是一个家庭厅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客厅的一个区域 有壁炉 有挂在墙上的这个电视 然后呢转过来呢是厨房 这个室内的这个颜色的配呢 配比呢可能是比较适合成熟一些的这个人啊 客户呢他会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我们再转过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是厨房 客厅这么一个构造 我们去到这个后院看一看 他的后院呢应该说是 非常开阔 因为他后面呢他的地势很高 是在这么一个山上 所以呢他后面没有邻居 晚上呢是有整个尔湾这个光谱中心的夜景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地势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的私密性也很好 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景 也有自己的这个烧烤台啊什么都有 好我们回到房间里面 回到房间里面呢 我们我们去楼上看一看 还没有去楼上啊 一楼呢这里还有一个房间 所以一楼呢是有两个房间 一个刚才的那个客房 独立的客房 另外一个是在主体里面 有另外一个房间 所以这个房子总共是有六个房间 这个比较适合这个家人比较多的大家庭啊 OK这是二楼的第一个卧室 因为那个那边有有其他人的参观 所以我就直接转到主卧这边来了 这是主卧 你看这个屋主真的很爱看书 他的这个他的床下面都是一排书 书架放满了书 很有意思 它是很有个人风格的 可以从二楼这个小阳台看出去 这个视野很开阔 蓝天白云 回到室内 穿过去是主卧的浴室 有浴缸 有两个洗手台 转过来看一看 也有梳妆台 封闭式的淋浴房 一个 更衣室 都打满了这个柜子 储物功能很丰富 然后呢 这边有另外一个更衣室 所以有大小两个更衣室 然后我们走出主卧 走出主卧 不要拍到人家 走出主卧 然后呢 回到刚才次卧的这个方向 再去看一看 穿过来 这是楼上的第三个房间了 这个应该是给男生住的 刷了蓝色的漆面 也是带入洗手间一个独立的房间 刚才是 这里应该是洗衣房 全尺寸的洗衣房 然后呢 这是楼上的第四个卧室 这个卧室和刚才二楼的第一个卧室呢 应该是连通的 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所以这里是可以穿过的 非常适合家里有兄弟或姐妹 这样子呢 他们两个人可以房间互通 然后共用一个洗手间 好了 看完这套房子的视频之后呢 你喜欢这套房子吗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让我们来交流互动 我是超 如果你打算在南加州买卖房屋 我一定能帮到你 如果您的朋友 打算在南加州买卖房屋的话 请把我推荐给他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加关注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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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